是啊,刚才我们与这位我们的马来同胞 印度,印度马来同胞 对,马来同胞 然后一起分享他这段感受 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对吗? 是,就感觉他就是 因为通常我们想马来同胞都应该会就是帮巫统那一方面 怎么知道,不是耶 他就是非常的就是很重心的对共振党 因为他是共振党的 就很重心啊,感觉就十多年的一个感情 很多时候就是可能都会跳党啦 就是换党了,然后他十多年都还在共振党里面 而且是非常的支持安华 是,在这方面的感受来说 另外一方面的感受来说 其实这个Rosalie她给我的感受呢 她是是在支持就是公正党也是在公正党里面或也是在支持安华 但给我的感受她能够接受当时她能够当时从巫统 从巫统的党员身份转到公正党的党员身份能够看安华被内阁出局之后跟着安华进行烈火木熄 现在也能心平气和的接受18年之后的这种握手言和 证明这个朋友,这个马来同胞这个朋友他更看重的是国家的未来 所以他才能够接受这些各方面的一种变化 他并不是看重一个人的一种作为啊 我们在线上联系到了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 他是拿督李黄志医生 也是马华的西加木区的区会主席 早晨好拿督 早上好 对是 对 是早晨我们也非常好 然后 今天给你谈一下西加木 西加木的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这个区域是不是一个混合区吗 哦,你是说这个国会选区吗 对 是,的确是一个困惑的选区 我们的这个西加木国会啦 嗯 是一个典型马来西亚的一个困惑选区 嗯 那么 就是说 华语有大约是48% 嗯 呃,物语呢 是45% 那么 这个 印语呢 大约有整10% 这样的一个困惑 嗯 呃,在这个混合选区当中 呃 在505之后 这个选区是共产党的对吗 还是505之前是马华的 没有 现在西加木国会选区还是国阵的 作为国阵胜处 哦 也就是由这个国大党啦 代表国阵 哦,明白 我们现在的国会议员也是国大党的中会长 哦 Letto3 Supremanyam 是 是 好 国会议席是国大党的意义 就是应议的 应议的 它是代表国阵的 哦,代表国阵的 对 所以呢 呃,应议的候选人往往也能够赢得 赢得很候选区的选票是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呃,这个国阵的这个精神啊 也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阵的这个政府呢 也就是说各处有一个各民族有一个政党的这个代表 嗯 那么虽然你看在这个选期应议的发选率 只是呃,呃,七七的这个这个发选率 嗯 但是呢,在国阵的这个精神之下呢 它也获得这个这个马华 国,呃,这个物童 呃,这个物语华语协明的这个支持 所以它也胜出了 嗯 嗯 这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一种呃,各处和谐的这一种精神 嗯,嗯 那么505呃,没有这西加墨还是属于国阵的 对 呃,您认为呃,圣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哦,圣选的主要原因当然第一,这个国阵的这个施政啊 以及这个施政啊,这第一当然是我的这个当地人民的这个认同 嗯 第二,当然是这个候选人本身 候选人本身,也就是说这个议员在这里也担任了联系的这个三决 所以从他当这个议员到现在他的那个那个古记录 获得这个呃,这个呃,当地先的这个这个接受 那么第三当然是当地的这个这个过正成年党啊 啊,的这个团结啊,配合啊 啊,以及啊,更重要的就是政府在这些这个地方这个选区啊 啊,有带动这个发展 啊,也就是说当地啊,人民的这个这个地球啊 啊,有获得这个政府的这个重视 并给予这个协助跟发展 嗯,嗯,嗯,呃,那么在这个混合选期当中 马华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马华的主要角色,当然在马华这里 其实在这个西加墨国会选区 我们也有一个,呃,州选区啊 只是说我们这一届我们就输了 嗯,我们的届区呢,在这里呢 主要的也是,呃,希望这个当地 我们希望当地这个人民,呃,对于这个政经文教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需求 呃,能够呃,呃,这个政府的这个重视 嗯,呃,那么马华工会当然,呃,主要的 呃,我们,呃,是非常重视啊 呃,这些当地这个华文小学,呃,的这个发展 呃,区域的这个发展 呃,确保我们呃,这个区域的这个发展 呃,呃,有获得这个这个重视 嗯,呃,您刚才所说在西加墨这个国会选区下面有一个州选区 州选区是哪一个州选区 嗯,我们的州选区有两个 一个是利民大州选区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呃,部,呃,部落上州选区 嗯,所以 所以,所以马华是在其中的一个州选区 输,应该输给行动的 马华是,呃,对利民大州选区 我们这一上一届就输给行动党 嗯 那么另外一个州选区是物统的 嗯 那么就有国政胜处 嗯,哦,哦,明白 所以这两个州选区来说一个是行动党的,一个是巫统的 对 那么国系来说是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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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大党的 嗯,嗯,嗯,嗯 那这个,这个选区还是蛮多元性的 嗯,呃,这个选区一路来都是 马华胜处 就是一个马华的代表 一个戊统的代表 一个国大党的代表 那么上一届就是 这个输给 这个政统党 所以就有一个 缺陷 所以 这 今年是2016年 2013年到2016年 三年多的时间 您认为 释迦墨有变化吗 有 也就是说 在释迦墨 最大的变化 就是 我们 人民一直在 诉求的 联系释迦墨东家 大道的 工程 也是从释迦墨 到利民大这一段 也已经完工了 那么 接下来的 这一段 也就是从利民大 要衔接到 这个 这个南北大道 东家 也 深信会在近期内 落实 所以使到我们 这个小镇 这个山城 能够 衔接到 这个南北大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其中一项 重大的 这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呢 就是 是在这个新加墨 是在2011年 以及2006年 遭到这个大水灾的这个袭击 两次 那么经过这两次的这个水灾的袭击 那么中央政府呢 在这五年内 已经过了 这个庞大的一个 款项 来 来这个改善 来这个改善 这个防范水灾的这个系统 所以 所以 河岛方面 这个桥方面 都可以说 在这五年 都可以说 已经 说完 差不多 几乎了 这些防范水灾 防范这个水灾的工程 也已经落实了 所以 这个就给了 西县人民 一个 镇定机 镇定机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重大的 一个 您刚才所说的 两个改变或改善 是在 就是 谁的 或者是 某些组织的推动下 才得以完成的 这个就是在我本身的 刚才我们马拉公会 还有我们这里 当地的这个国土一年 我们一直在 推动 这个工作 那么就是 刚才我说了 过的这个 中央政府的这个 重视 来落实这些 计划 所以这些都是 当地人民 最 的确 最需要的 这些 工程 所以都 意义的在 落实 会不会出现 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 就是刚才我们说 国会议席 是由国阵 那么 其中的一个 州议席 是巫统 另外的一个州议席 是行动党 那么行动 相信那个州议席 的普通 就行动 支持行动党的选民 大部分应该是 华裔为主 那么支持巫统的 那个选区 州议席 的大部分的选民 应该是 马来 族群 那么整个国会 议席 当然都有 三个族群都有了 是个混合选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 比例可以看到 某些的 如果是说 政府要推 一些什么样子的 立民政策也好 各方面的 优惠政策也好 它会不会主要 优向于 以印议和 马来义为主的 这样子的一些 州选区 和部分的地区呢 反而以 就是行动党 就是为州选区的 这一部分的 一个州选区来说 它相适应 获得的 就会少一点 这个呢 所以说很重要 就是说一个 国的 一个政府里面呢 就必须要有 这个 各民族的 这个代表 在里面 所以今天 我分进 马化工会呢 也是国政成员党里面 我们也在这个 内阁政府里面 我们有部长 就是州心政员 所以这一种现象呢 就是因为 有马化在国政 我们确保 这个国政的精神 能够得到 这个重视 那么就把 这一种 所谓 种族性 的这一种 思维 政策 宗教 这个 极端 思维的 这个政策呢 就要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这个国政 是偏向这个 这个 这个方向 所以 马化工会在 参与政府 的这个工作 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确保 国家的政策 是多元素的 是人政 人政 不是一个强调 种族啊 宗教的 极端的一种 所以这个就 跟这个 反对党 政策呢 很大的不同 当你有没有 华人朋友 向您反映过 就是有一些 例会措施 马来人可以拿到 印语可以拿到 但某华人群体 有一些部分 就拿不到 有没有这样子的 诉求啊 这个如果是有 也是格案的 格案的 同样的 也有马来人 来向我投诉 他拿不到 也有印语来跟我说 他拿不到 所以这些 都是格案的 但是往往 这个反对党 尤其就是 这个行动党 他就喜欢 把这一种 格案的东西 拿来渲染 拿来误导 这个人民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国家 很不幸的 一种选项 所以一个格案的东西 比方说一个伙人 再申请一些 东西拿不到 他就去外面 渲染了 哎呀说 这个不公平 这个是种族 往往这样的 这种声音又 人人 那些又喜欢 所以这个是 很不幸 所以如果我们的 这个国家的 这个政治人物 领袖 不能够有宏观 一直把 一直把 看待事情 种族化 宗教化 这个就是 很不幸 当然我们 要 确保 这个政府 是走 人阵的 走多元素的 这个是 大原则 这个大原则 是有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 看来的话 其实 这个州议席 也好 国会议席 也好 无论哪一个 政党上 候选人 其实都无关于 这个国家政策 的事实 对吗 就假如说 这个州议席 行不论是 行动党上 也好 无论是 满华上 也好 那么国家政策 都是以视同仁的 您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这个有不同 如果是由国阵 来主导的 这个政府 跟这个 如果是由法 这个民民 这个西门 主导的这个政府 他们的这个政策 也不一样 他们是没有一个 可以说一个中心点 没有一个 这个统一的 这个方向 国阵 自政了那么多年 已经本身有了一个 可以说 稳定 对这个 各族 多元素 的这个政策 已经是 有一套 有一个成熟 稳定的 这个 这个做法了 反而是 如果是 如果是说 你有行动党 来自政 或有一教党 或者公正党 他们目前是 表面上 你看他们是在一起 其实他们是 各走各路的 他们没有一个 统一的这个方向 他们只是表面说 他们配合 他们是 他们的那种合作 是因为有一个 共同的结合 而不是说 有共同的这个理念 所以 他们的那种 他们的那个 那个政府 是各走各的 所以你看今天 我们开始分裂了 在各州 就是表面来维持着 一种 团界的那种 现象吧 那么 最近的选区划分 有没有对 西加木 有些影响呢 这个我们还在 这个要谈 当然就会有出现一些 这些 影响的 主要的大体 我们还是在挑战 今天看到 副财政部长 蔡志勇先生 他出来说 就是不允许大家 公开场合讨论选区划分 所以 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 这个 副部长的这个报道 今天 今天是就是 报章上 我看 我们今天早晨 还聊到这个新闻 就看到了这么一回事 当然 一般我们的这个作风 就是选区的划分 我们国阵的这个作风 就是我们会回到 我们这个国阵 研究的那一种方式来讨论 因为这个是 属于我们 国阵本身内部 的这一个可题 是一般我们会在这个 内部里面的讨论 就是通过内部管道 协调 协商 讨论 对对对好像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 内部 我们前年党的那种讨论 然后来做出我们 应有的这个赞点 嗯 嗯 是 之前看到这个选举划分 其实 整体来说 对对巫统还是蛮 蛮强有好处的 那么对民政或马华来说 就也许状况影响 并不是那么太乐观 嗯 他的存华人选区 和存马来人选区增多的话 会使得马华民政 这方面的议息 会明显的减少 嗯 然后 嗯 然后如果说派 派谁上阵的话 那么 这个情况之下 嗯 马华需要更 更加需要去 去去跟巫统 去协商这方面的候选人 究竟是由谁上了 我想这个 选区的划分 那个大人的 你要抓紧 嗯 你要怎样的划分 当然是有这个 地域界限 所谓的地域界限 可能就是 一个比方说 市议会的范围 市议会的范围 这个选区 这个选人的这个人数 这个地域的这个阶线 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要比较有一个综合性的来翻译 一个马来西亚种族结构 这样的一个选区 我想这样会就会走 只要说你有一个这个原则 那么你就不会 说这个选区划分 就不会太过逃离这个原则 那么当然在这个选区划分过后 各政党有各政党的这个算案 当然马华工会呢 是会研究过后 探讨过后 我们会提出 我们的这个反对 你一旦反对是没有用的 但是你必须要有反对 明白 好 谢谢今天拿独幽门的这段分享 谢谢您 我们有机会再谈 拜拜 拜拜 我们也与拿独分享了这一段 很讲得很 有点认真 对 特认真 特认真的一个说法 那么其实这个谈谈社区呢 谈释迦牧呢 我们也感受到 或者谈其他的社区呢 每一个社区都没有 每一个社区不同的一个特点 然后针对这个特点呢 我们会延伸出不同的 有趣的一些课题和话题 也包括今天释迦牧呢 我们就感觉 这个多元性还是 混合选区的多元性 还是蛮充分的 就是一个国会选区 国会选区是国大党在做 那么下面有两个州议席 那么一个是巫统在做 另外的一个呢 是行动党在做 那么行动党的下面的 主要的选举人 以华人为主 巫统这方面呢 就以马来族群为主 那么整个国大党的 就是三个族群都有 这么一个混合式选区 这样一个多元性 我们感觉到 这也是西加木的 一个选区特点 那么这个选区特点当中呢 同时它就会延伸出 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会不会我们所认为的 如果说执政党执政的选区 那么国阵提供的资源就多 那么反对党执政的选区 国阵就是执政党提供的资源就少 所以我们就感觉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是不是国大党的国会选区 下面的一个州选区 他获得的资源就比这个华人为主的 这个一个州选区获得的资源 在野党州议员的这方面就多呢 这也是我们一个疑问 然后但是过往的 过往的这些案例 或过往的这些选区 也告诉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存在 就是如果这个选区 是在野党在做的州议席 或在野党在做的国会议席 他就不会获得执政政府 对于国会议员的这方面的服务上的 不是服务上的 是另外的一方面的一些拨款 这个拨款就不会有了 这方面也是存在的 相信大家也会听到 拿督的这样的一个回答 也能够明白他话里的一些意思 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一下 说话的话外音是些什么 不过还有有趣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一位的好朋友 这个 获在利 给我们谈了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啊 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啊 一些感受 能够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其实呢 获在利他 他明显的 其实他并不是说 我要支持执政党 或者我要支持反对党 我要支持谁 他是为了一个整个国家的未来 他是爱这个国家 然后因为爱这个国家就会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而担心而操心 如果任何的举动 包括之前安华和马哈迪的分裂 到最后他俩18年之后的握手 有些人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 获在利他能够接受 他不是看的个人 他不是说我特别支持安华 我特别讨厌马哈迪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看到国家的未来 爱这个国家 通过怎样的方式 才能够使国家的未来 望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变化 去发展 这是他所关注和所关心的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 之外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是有这个容大度和宽容度 能够接受的 这是这是这个人 他所能够给大家表达出了一个爱国的 爱国的情感 是蛮让人感动的 是而且现在要找这样子的一个人 都很难了 所以如果是我们这个国家 有多一些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会很美好的 是的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明天再给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